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歡活潑有能量的 然後再來是藍色自由微薰 是愛好自然然後比較帥性 然後懂得生活的一種生 然後再來呢是秘境天竺優雅 比較成熟穩重 成熟穩重氣質 我知道的就是他喜歡旅行嘛 然後也喜歡吃東西啊 也有才華長得又很白 然後如果有時候吃到一些好像 本來覺得很好應該很好吃 就好像還好會氣不苦的那種 是嗎 我覺得大概知道這個方向了 是從日本玩的感覺嗎 對 日色好像特裝更好的 對啊 是不是有些好消息 日本的天氣滿乾的 天氣滿乾的 然後就是有差一些努力 對 感覺起來氣色比較好 你是戀愛的智慧 讓你的氣色變好 我覺得大家是戀螺絲嗎 好像有點戀愛的感覺耶 其實這個 啊~~ 對 但 新聞嗎 大家也知道 對 開始看 所以是真的嗎 對 經常 經常 對 現在關係是 經常 開始 是不是 對 經常開始 所以 謝謝你們的關係 也謝謝大家最正的關係 其實也沒有說 確定要 怎麼樣的高調或不一樣 其實就是 我覺得 我們現在正常的一代 正常一代情 正常的生活 你今天好緊張 對不對 選一個香味送他 你覺得要送什麼 適合嗎 是嗎 哈哈哈哈 喔 選一個香味 我覺得香水是這樣子 呃 每個人喜歡的朋友 也還在 熟悉辦 對 所以 其實透明柜群的香水 普通常常常 就是在龍先生辦 茉莉花香 可是他 性很好 對 也不適合你們 所以大家 就是 其實 其實 就是 那你覺得他哪裡最棒 是不是 嗯 那我撥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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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有出現 你覺得是 特急 就是 我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啊 其實 還是 都很急 所以是誰先追醒 其實我們也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 學習回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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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是 剛好在 今天出來之前 有跟他稍微套一下 所以真的要這麼說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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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很久不見 就是非常高興 非常期待可以 回到這裡 跟你們見面 嗨 Jerry 為什麼會選擇加入 加入高雄鋼鐵人這個行列呢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可能我年輕的時候 我都是比較想證明我自己 自己的表現 或者 就是 贏冠軍 那 現在我可能是 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想找 比較有意義的籃球 那 現在 我可能比較會專注 下一代的球人 那 鋼鐵人 就是 有很多 很有天分 很有能力的 年輕球人 包括 我跟Kenny 聊完以後 就是了解他們的 他們的方向 他們球隊的方向 想法 我覺得這個是很適合我 那 也是繼續這個 有意義的 這個故事 為什麼我也是 就是 我今年也是 加盟 前面就是加盟 廣州龍獅球隊也是一樣 就是 很有意義的 就是有很多 很有天分的年輕球人 所以現在我就覺得 這個球隊是非常適合 我 我想找到的一個球隊 我覺得 我個人 來這裡 不是 就是 我 我來這裡 不是像 自己刷數據 或者我從來不是 這樣子一個球人 我也不會 特意的去定 一些 設計 數據的一些目標 其實我個人現在可能 我未來就是可以講更深一點 可是我最大的目標 第一就是為上帝去打球 第二個就是我希望可以快樂 就是找回籃球帶來的快樂 因為我覺得這三四年可能 我這個熱情 可能被影響到了很多 所以我是希望我自己可以 快樂的去打球 然後也健康的去打球 什麼樣子的方式來幫助這支球隊 我覺得 我只是跟他們 就是練了一次 就是昨天 那我也看了 一些我們的比賽 所以我的可能 我的interaction 是不是那麼多 可是如果你現在 問我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能帶來的 第一就是領袖氣質 能夠團結起來 不但是進攻 也是其實更重要 是防守團結起來 然後我也覺得從技巧 就是有些時候 別人會問 你 你是不是想是全聯盟最高的分數 我這些我 其實我完全不在意 我也是在CBA 也是當一個洋將 也是出手 是基本上全聯盟最少的 我不會就是 我是希望我們可以 一樣的就是 我可以帶來一些playmaking 就是控制這個比賽的節奏 然後有時候是我投籃 有時候我是處理球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子 我可以當一個playmaker 我覺得可以幫助球隊很多 大家都知道我跟我弟的關係都是非常好 那 我們都一直說 我們不想當 我們不想當隊友 對手 想一直當隊友 可是 當我離開CBA 我跟家人都聊了以後 我覺得 今年 他就是 我們都知道 國王就是 如果不是第一名 就是第二名 就是成績就是非常好的 包括 我也可能就是 一個 Top5 前五的 這個MVP的 candidate 包括他自己有 他自己有很多自由去發揮自己的表現 所以我們兩個聊了蠻久蠻多次 然後就覺得 今年可能不是最好的時間當隊友 那我在台北落地的時候也就是 第一站就去看他 然後他都跟我說 我們等一下就會變成對手 我都 就是感覺不是真正的 就是我們都可能沒有想到有一天我們會是對手 所以你說我是不是很期待 我完全不期待 完全不期待 因為我從來不想跟他對打 可是我也知道 當一個職業球員 他現在的表現 我也不想打亂什麼 他現在的節奏 所以我也是非常 就是看他現在的表現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高 我覺得Dwight Howard來打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因為我是希望籃球 籃球 文化籃球 環境就是越來越好玩 越來越嗨吧 因為 不但是他也是希望 NBA NBA球人可以繼續過來打 那我也是有一些 就是以前的隊友 在NBA以前的隊友也會 我有幾個已經發了訊息給我 然後說 我很有興趣來PUS League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 經紀人或什麼什麼 然後因為現在就是在賽季中 會比較複雜一點 可是我能說從我聽到看到 就是我以前的NBA隊友 對這裡的聯盟就是會有比較大的興趣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 因為我希望就 在這裡可以有最更好 其實有更好的球員 只會幫助這個籃球文化 你看好 K... 我會看好